大家好,歡迎各位來看箱18LINE 三分鐘打開箱快速掌握新科技 這一次大家都知道的NTech 它除了機殼、散熱器還有電源供應器之外 他們自己有一個所謂的NTech memory的品牌 那這當然他們就是自己販售一些所謂他們自己生產的 應該算自己品牌的記憶體啦 那這也是他們第一次推出這個RGB的記憶體 那就是跨入這個所謂的RGB記憶體的戰爭 那就是他們首款的NTech Katana RGB DDR4 記憶體 Katana 記憶體它其實也是設計非常簡潔 就是以兩片霧面的CNC金屬散熱片包夾 那中間的話則是以比較類似那種武士刀 它的弧線設計的導光條 而且現在也流行金屬漸渡的處理效果 那也就是說你記憶體在一般沒有開機的時候 它其實那個導光那一條像是鏡面 就是像刀刃那樣冷裂 然後帶有金屬的反射質感 不過在你開機之後 它的燈光就會從內透到外 然後有均勻飽滿之外 而且它還帶有原本的那種反射的效果 所以這也是在整個RGB記憶體設計上算是比較別處性才的一款 Katana 支援的是現在三家主機板的記憶體 就是燈光同步功能 像是華碩、微星、爬起都可以支援 那也就是說你們只要使用主機板提供的RGB軟體 就可以直接控制Katana的燈效 可以讓它亮紅色、綠色、藍色 或是說他們提供的不同的燈效功能模式 那我們現在使用的是 Intel 提供的展示組 就是你可以現在看到它已經有RGB的燈光在那邊閃爍 那當然我們到時候會把綠Key去掉 再讓大家看比較仔細就是 RGB的均勻度、變化的速度以及整個的質感表現 規格方面的話 Katana 目前就提供兩個規格 就是 DDR4-3200 跟 DDR4-3600 那當然這全部都是8GBX2的Key的組 而且它具備的也是XMP功能 所以說你只要主機板開啟記憶體 XMP功能就可以直接超頻到它標示的頻率 那我們開機簡單基本測試 DDR4-3200 在AIDA60 記憶體測試中 讀取大概可以到46160 那寫入的話是在25541 延遲的話因為在AMD平台 所以在79nosec 那當然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顯入會少讀取的大概在一半左右 那也是因為AMD在ZEN II架構下 它單CCD的必然 好啦 現在RGB記憶體這麼多 我覺得MTEC這個武士刀一出竅 就真的在燈效跟設計上 獲得不錯的評價 那相對的它在超頻性能上的話 就是如果說你要再往上超 就比較考驗各位的調校功力 最後就別忘了訂閱我們 追蹤我們的IGFB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看的產品開箱 你可以在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掰掰